大家好,我是猴子 现在我在大连的海源街 这里有一座大有来头的建筑 距今大概有100年的历史 它隐藏在一片居民区内 现在是上午10点左右 周围的人不是很多 右侧的这栋建筑就是今天的主角 这是一栋三层高的红顶白色小楼 有一个半圆形的露台 雕花的柱子 看起来非常复古的欧式别墅 这里曾经的主人一定不是一位普通人 来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 查一下资料 这里曾经是凤锡军阀张宗昌的别墅 大概建于1925年的前后 别墅看起来虽然简洁明快 但是据说内部的装饰非常奢华 铺了一些瓷砖、壁花 还有西市的一些穿衣镜 在那个年代 当时那个年代应该算是极其时尚的了 这里还曾住过一个名气更想的人 在1930年末 延西山下台后 一度曾经潜伏到大连 待了八个月 据说他当时就是住在这里 这栋别墅正对的是星海公园 现在虽然被居民楼挡住了 但在当时绝对是海景豪宅 这座别墅前几年应该是重新翻修过 现在是 现在这里应该是公安局的一个培训中心 这是别墅的侧面 和正面一样也有这种半圆形的露台 这是别墅的后面 看起来非常精致 可以看到窗梅和窗框细节做得非常倒背 也能体现出当时这个房子的主人 应该是比较时尚的 窗户也是错落有致的 这些细节已经很难在这种新的建筑里面看到 只能在这种老的百年以上的建筑里面看到了 下面的这个窗户应该是靠外墙的一个仓库 可以通风 这栋别墅已经走过了百年 更换过无数的主人 相信在里面也发生过很多的故事和一些历史实践 喜欢历史的朋友可以去发掘一些 今天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转发 谢谢 下期视频见 拜拜